春天行山, 你會有一種寧靜之日, 朴朔迷你的感覺 而夏天就藍天白雲, 逼波蕩揚, 處處好風光 在這兩個季節行山的時候, 要留意, 第一點要多帶點水, 多帶一倍水 因為天氣熱的時候, 你會多喝很多水 第二, 要戴件有帽的薄身風衣 因為天色有時趙晴趙雨, 當你下雨的時候, 你穿件有撥水功能的風衣 就擋到很多雨水, 讓你不要那麼容易濕身, 而且風衣又快乾, 這點是非常重要 更重要一點, 要選一條比較多退出點和多補給的路線 在這些天氣底下, 如果你要撤退的話, 就更加容易了 所以我今天選了一條多退出點的路線, 和大家一起走 這條路線就是紅香勞峰, 小馬山, 大潭水堂 Let's go! 在天后銀幕街和流離街交界, 可以坐新巴25號巴士上布馬山 我們在附近看到一間很漂亮的咖啡, 裡面裝修都很時尚 既然是這樣, 我們不如坐下, 吃個早餐, 喝杯咖啡, 休息一下也好 在寶馬山總站下車, 在附近的寶馬山遊樂場稍微疏洗之後 我們就沿聖貞德中學旁邊的樓梯上金督池馬京 上了樓梯之後, 沿渣甸方向走15分鐘, 就會到紅香勞峰的入口 剛才大家都聽到, 在一路走的途中, 就會聽到很多小鳥聲 感覺很治癒, 很寧靜 眼前你看到紅香勞峰的入口, 過了雪糕桶之後, 就有一條路直接上山 上山的路是要攀爬的, 還有要攀著樹上的 如果新手的話, 我覺得應該要找人帶比較合適 還有要攀石上去看維港的景色 我個人覺得, 看維港最美的地方就是紅香勞峰 會有之一, 但今天天氣的情況下, 維港就看不到 但我會看到一些奇景 好棒喔 沿渣甸山方向, 去到金督池馬徑的盡頭 轉左上山, 就會到電台發射站 這一段我們很享受那種, 得來不易的寧靜, 和朴朔迷離的境界 正啊, 大家不如一齊聽吧 正啊, 大家不如一齊聽吧 正啊, 這個啊 昨天的小馬山橋, 就好像一道斷橋一樣 我們過了一條斷橋, 一路上那條天梯, 上小馬山的時候 就發現, 見不到盡頭 我們覺得, 在當刻, 就好像去了天堂一樣 沿著小馬山頂, 下去小馬山坳 轉港島徑上, 北拉山頂 在北拉山頂, 我們都看不到, 維港和大潭水桶 所以, 我們都順著天梯, 下去大風駱 到了大風駱, 我們依然身處於天堂之中 直至經過冷氣走廊, 去到大潭上水堂之後 我們才正式回回, 人間世 總結一下今天的行程 我們今天走了四個半小時 走了九公里 算是一個標準的時間 這條路線的好處是, 多部級點, 多腿出點 在極端的天氣環境下, 譬如行淚, 天氣熱, 甚至突然下大雨的時候 你都可以及時撤退 我走這條路線大概五至六次了 但我都常備, 離線地圖在身 確保我每一次行山的時候 都是以一個很安全和安心的環境下 去享受交流的樂趣 夏天行山, 除非你行山間 否則你穿一對普通的行山鞋就已經足夠了 普通行山鞋有爪地功能, 有防水功能 但對鞋的輕身和快乾是更重要的 而且, 比起鞋來講 你行山的平衡力, 下斜上斜的平衡力 是比穿一對有功能的鞋更重要的 夏天穿著, 除了穿一件透氣衣外 我買一件蜂褲是不可缺的 那買蜂褲除了要有帽子之外 還要試一下布料有沒有撥水功能 撥水比防水更重要的 因為撥水, 這些水珠可以凝結, 即是撥走 怎樣試呢, 就是用一些水滴 撒在衣服的面上 如果它凝結成為水滴的話 那這件衣服就買得過了 當然, 蜂褲薄身就更加重要了 因為夏天你穿得太厚就會很熱的了 說這麼快, 今集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大家不如看看在南天白雲下的 紅香爐風和大潭水塘的景色 美不美呢? 下期再會, 拜拜! 我去哦! 請回家庭西 filh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